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陸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聽眾收聽 今集的自然療法語理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 大家好 對,袁醫生 上次你和我們分享過 不少關於Bernette醫生的經驗 以及行醫的經驗 我們很多聽眾都覺得很有趣 今集是否可以繼續為我們 介紹其他有趣的個案呢? 對,大家聽過很多集都開始認識了 Dr. Condon Burnett 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國的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是 雖然本身是一個西醫 但他最後轉體成為同學療法醫生 當然,他寫了很多這方面的基本資料 分享他在同學療法裡的心得 以及他用藥的經驗 以及他治療的個案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同學療法的醫學界 我們都很經常向他學習 上次我們都講解了他過去的行醫的經驗 今次我跟大家講講 他用一種療劑 這個療劑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是很多人常用 他說他自己在1878年 這是很久之前的事 他開始用一個療劑 英文叫做Vanadium 其實是中文叫做Van 是一種金屬 通常他用這個療劑 是醫療很多動物的觸氧眼化症 或身體的脂肪病變 大家經常聽過 香港人很容易聽到脂肪肝 是 我們身體的很多器官 當它退化的時候病變 就會所謂脂肪化 原来在Brenet,她过去就开始用这个疗剂 她曾经就试过,习惯地用,譬如,氯,phosphorus,antymonic的梯, 和阿尘尼的生埃,来到医治这类的病 但她发现,她记得那个成效都是一般的 因为她的要求很高的,她的要求是根治 她不是要求舒缓表面的不适 所以她就开始不断转研了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 但你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 她根本是一个普通西医,一个很出名的医学教授 她是在医学的杂志刊物里面 她就读到有关Vanadium这个疗剂 Vanadium在那个我们叫做生理学上面 可以看到Vanadium在大剂量的应用之下 是可以令到我们的肝是开始有变化 是有结构性的变化 这是一个Journal of Physiology 是在当然的医学杂志里面 一个生理学的医学杂志里面 有提及Vanadium 即是说Vanadium可以令到我们的肝是结构上去改变的 即是出现那个问题的话 即是她会想一下 即是说这个改变会令到细胞病变 还有很主要就是肝癌化 或者是那个动物是触氧癌化 我英文叫Aphoroma 你知道那些血都结了 就令到血液的畅通问题 那很多时候这种痛 就会在我们那个动物血管那里 那个脑底层的我叫Basal artery 在脑底里面的血管是出现了 即是有一种有痛症在那里 那好了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原来在患者在那个前压那里 就会出现一种很色素很沉淀的一块 即是一种颜色 是 我想或者 是否像坎雨了 好像坎雨了 即是好像苏联的以前的前总理 巴以格杰夫 是吧? 哦 巴以格杰夫 你不就看到他的颗头 有个这些 就是那些 birthmark 但是我现在所说 就是说 如果那个病人 是有脂肪肝 或者是那个 那个动物有触氧癌化 而他的身体上面 或者颗头 是出现这种这样的色素的改变 那那个疗剂就是vanadium的疗剂 那同的疗法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说 某种病 就是某种药 一定是那种药医的 是 那其实是同样的病 是有不同的疗剂 那我叫做 就是同病二字 是 二病同字 那同的疗法就是 那个 那个用药 其实就是这样的 是 那我们要看看 他有没有其他的迹象 是令我们想到是vanadium 那虽然 vanadium 在医学的资料库里面 是知道呢 他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 是会变化 会变成脂肪病变的 那他当时用的疗剂 是一种ammonium ammonium 这些ammonium 这一类的疗剂 当然 将它成为稀释了 那这个病人 这个女病人 就是有这种问题 脂肪肝 和血管足氧硬化 那他用了这个疗剂之后 这个女士 都成七十多岁 那就是vanadium 就用这个疗剂 那他很快 他就全部的人 就康复回来 很开心愉快了 那你 就是在我们的同学疗法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vanadium 是可以制造这些病变 那于是同样的疗剂 是可以处理或者治疗这种病变 所以大家如果 脂肪肝 香港人很多人都有 那当然脂肪肝的疗剂是很多的 不是一定要用vanadium 但如果你有脂肪肝 或者动物足氧硬化 或者面部有这些特别的色素 那你就可以考虑了 可以用vanadium 这个疗剂 那这个当然了 在我们的香港的 临床经验上 这个疗剂我们都不是用得那么多 就是一个属于小的疗剂 属于一个小的疗剂 quantum burnet 是很厉害的 它用的小疗剂是很出名的 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很多人物质的疗剂 其实是一大疗剂 但是很多时候 对一些很特别性的病 很清晰的病症 或者一个小的范围 或者一种病理的问题 很多时候小的疗剂效果会更加好 Burnet 在这方面是它的强悍 好了 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案例 也是Burnet的案例 它说是1882年 很久以前 6月5日 有一个女士 住在Kensington 一位女性 她有什么问题呢 她发现她的肋骨 左边肋骨下面 就常是一种鸢骨痛 疏的那种痛 左边肋骨下面 通常这种痛 有时候突然之间很尖锐 和一种射痛 在肋骨 左肋骨下面 所谓我们叫做皮的位置 是 大家知道在解法学上 皮就是我们的腹肯的肋骨下面的左边 是 肝就是我们的肋骨后面的右边 是 是 可以这样说 她的肋骨是痛的 是 簡直是 整天都好像鸢骨痛 晚上尤其是 而且当在床上 躺下了 人热了 那种痛也会出现 好了 同时她有一个伴症 我们终于叫做伴症 就是她有什么问题呢 她的眼黏那里 就有一粒粒粽 有一粒好像眼挑针那些 哦 就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链线那里就很红的 那这个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 就是她有这个 皮的那部位痛 那 跟着呢 就是有这个眼的 有 就是有这些这样的 参眼挑针那种 这种粒粽 那 那如果这种这样的阵营呢 你去一般的西医那里 她真的都 都不知所措 就是怎么处理呢 那好了 如果 那结果 Brenette 她就根据我们的过去 在一个同类疗法的定律之下 研发出来的 研究出来的疗剂呢 她就选了一种疗剂 有这个的阵营 那这种疗剂是什么呢 是European Walnut 是叫Juglin Regia Juglin Regia Juglin Regia 是一个合图 是欧洲的 就是欧洲的合图 就是欧洲的合图 等等 袁医生 那 Brenette 医生 就这样挑选了这种疗剂 但是她听完病人陈述之后 应该都不知道病人到底是什么病名 没有一个很正规的病名 同类疗法都可以的 不需要因应不同的病名 她刚才说过 如果这种疗剂 那资料是这么多 是的 当然了 今时今日当然是Cat scan 对 对 那好了 如果你照到之后 那怎样 对啊 可能她皮有事 那你怎么医呢 我觉得这种症状 其实到今时今日 在院时的西手术 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那怎样 让肢痛有她吃 对吧 当然是这样 就是她总之是那部分 是有一种疼 还有眼方面 有这个蜜粒 蜜粒种 那很可能 在今时今日 就可能会被她抗生素 滴眼 抗生素 做一轮 或者治疼痛 那其实用这个Juglin region 一个合图 由合图里面提炼出来的疗剂 那她说 她都跟那个朋友的侄子说 其实我都很难去解释给你听的了 那很简单 这个资料就是优伟 和疗化医生 Klota Miller 就是她早年她研发出来的 那就是很明显 以前那些人 可能吃这个 做实验的时候 吃那个合图 Warnut的制裂出来的 的合图 那她就可能会出现 左边这个痛 或者有些人眼链开始红 那这个就是同类相似的基本原则就是这样 好了 那这个是说的是左边痛 那这个就是她的第七个原因 那接着她就再聚述其他的原因 好了 那她就那封信呢 她就会说 她就会说 她说 她的语气很差 是 很不肖 那她说 是 我都承认我是这样做 但你也要了解 你们那些所谓正规的医生 都常常不断地来着嘲笑我们 是 加上你曾经 然后当自己好像高高在上 这样就说我们的医疗是一种容易 是 那其实你们都不断 昨天都是在做这件事 是 那其实在医疗历史上呢 即是同类疗法和那个 即是 即是 年代的对抗性的西医 其实这个仗呢 打了很久了 嗯 在早年呢 同类疗法呢 就先成立一个医学会的 叫 那个 American Institute of Homeopathy AIH 那三年之后呢 西医学会呢 即是 对抗性医疗呢 就先成立他们的医学会 是 那你知道呢 其实她当时成立医学会呢 那个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 要对付同类疗法 嗯 因为同类疗法第一个成立的 那在早年在美国呢 第一间医学院 收黑人的 和第一间医学院收女性的呢 其实全部都是同类疗法医学院 嗯 那在最后那个 就是经过一大 一大串的所谓政治的手段之下呢 嗯 Flexer Report呢 那将很多当然的同类疗法医学院呢 就是黑人的医学院 以及有女性的医学院 都全部呢 就是关门的 那这个是一个医学上的斗争 嗯 所以呢 你说大家护马呢 其实一直都是的 嗯 曾几何时呢 在医学院里面呢 如果你的老婆 或者你的老公呢 是同类疗法医生呢 那你都要避免 会脱离医学院的匯迹啦 是吧 这些是霸权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这个两个大家的互相战争呢 是一直都有了很久的了 好了 那我刚才他说回呢 那我上一次呢 我就讲及一个例证呢 就是在左边 就是那个胸膜左边的痛啦 那我就用了这个疗剂啦 是Juglans Rager啦 那我没多久呢 那这个那个病人呢 就完全呢 好了 那好了 那跟着呢 就有另外一个女性呢 就来找我了 那她这次呢 她就有一种 又是痛症来的 是 又是那个 哭方那方面的痛症的 那但这次呢 就不是在左边了 那这次是右边了 那可以说呢 是那个右肺的下部的地方 那她说呢 我已经痛了成三个月了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人呢 就是那人呢 就是那人呢 就是软弱了 是吧 那又有软弱啊 又贫血啊 那Quantum Brain呢 就结果就改了疗剂啦 因为这次就不是左边了 这次是右边了 那她就用了一个疗剂呢 就叫做Chaladonium Chaladonium Major 那Chaladonium呢 是一个呢 是经常呢 是用在处理那个 处理一些肝的问题 那个那个疗剂来的 那Chaladonium呢 我叫做白屈菜 白屈菜素 Chaladonium白屈菜 那其实一般来说呢 我们如果遇到一个病人呢 他是有肝的问题 还有呢 他那个隔骨 那个右隔骨 那里呢 就有小小 就是有小小 有小小的东西 好像有个疗剂 那这个阵形呢 是很典型的Chaladonium Major 这个疗剂 那他跟着呢 他就滴了 滴了 滴了一个疗剂 滴了 滴了一些水那里呢 那叫他呢 就每天呢 早晚这样喝 那在两个礼拜之后呢 是完全是跟着了的 这个呢就是 你看到啦 我上一次呢 因为他的疗剂是一边 那我用了Jugular Reger 那个合图 那但今次在右边呢 我就会转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用Chaladonium Major 那所以你看到呢 这个疗剂呢 就是这个是我第九个原因 我转体成为同类疗剂 就因为Chaladonium 是医了一种肝痛 不知道什么原因都好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遇到的症状呢 如果是肝癌也好 或者肝发炎呢 其实如果症状是 右胳骨呢 胳骨尖那里呢 有一点痛呢 那这个很典型的Chaladonium Chaladonium的症状来的 就是白骨菜 就是骨神士的骨 白骨菜素 Chaladonium Major 那袁医生啊 其实用 就是使用 你们使用同类疗剂 就是下药的时候 都要很仔细 对吗 就是左边痛和右边痛 其实也有分别的 而且你又不需要 我们预先订一个病名 给它 比如西医医 我们说 你哪里痛哪里痛 脚痛还是伤口感 因应病名去下药 我们是 另外又会去 就是现代 可能照很多不同的 scan 去找病人 那就是同类疗剂 完全不用这些东西 是不是 其实呢 就不是说不用 因为记住 同类疗剂是一种医学来的 是 就是在很多国家 就是75个国家 有同类疗剂医生 其实很多本身 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普通的西医 西医 那他再深处呢 就再专 专毒疼剂的疗剂 那所以你说 诊断那方面呢 其实呢 当然呢 是有就好了 是 但是你看一下你需要些什么 就是你需要做些什么 是吧 譬如有些很繁复的 或者呢 就是很荣贵的 你可以去跟进 是 就是什么你都可以用 CT scan 是 用MRI 现在很流行的 是吧 企图呢 就是企图所谓找些什么问题 但是你记住 在一百多年前 是吧 或者同类疗剂 是没有这些的 是没有这些化验工具 是吧 那同类疗剂早年那时候 可能都没有病毒这个概念 是 就是 细菌那方面呢 都是后来才有的 那其实没有这些概念的 譬如他当时医霍卵 医伤寒 医伤寒 那其实就照医可也 是吧 他不需要说 啊我要炎了 这个是某某病毒 那今时今日 整天都是说这件事 还是细菌 那记住呢 因为你身体呢 就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病毒 你身体医 就是自己懂得医的 那你只不过帮身体医 是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 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来的 那当然呢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有些病人呢 就是习惯看西医呢 来到我的诊所呢 看到我呢 就 我经常就 我问很多东西的 那有时我问了之后呢 我又在电脑上看一下 那拿本书查一下 那他有时候可能都 你都不是很习惯的 你都不喜欢的 嗯 就是为什麽医生 你都不和我检查的 你都不和我听听我的什么 我听听心跳啊 听听背着 那很多时候的病人 就是习惯了呢 就医生会做这些事情的 那但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啊 始终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都住 重要的是问诊多的 嗯 嗯 那就化验啊 做什麽呢 我是很少很少需要做 啊 因为大部份人呢 离生的那些病人呢 都是其他的地方 什麽鬼化验都做完了 那我不需要再重复 有人用几万元去做这些事情的 好了 那Pernet呢 就第十个个案 给这个朋友的侄子 第十封信呢 就是说讨论什麽呢 是讨论呢 是讨论呢 说那个打 打益的 打死益 打死益的 是 那 但是打死益不是很普通的吗 是的 哈哈哈哈 为什麽需要看病呢 是的 那就是很明显 很多人打死益 怎麽会看 没有什麽需要提医生的 是的 通常闭气一会就搞定 是的 就是拿个子袋吸啊 是的 很多方法 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的 所以好少人呢 就要用到去提医生的 那好了 那这个Pernet的案子 所以打死益就不是普通性的打死益 他每次打死益呢 每次呢 打足半个钟头的 哇 很辛苦 很痛的 是的 每天呢 就发作四次这样的 那他除了打死益之外呢 那他有些所谓的叛症 在同学院法呢 有时候呢 就不能只看表面的症状 你都要了解呢 他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可以解释到这个症状 那他发现呢 他这个的叛症呢 就似乎呢 就和他的经期有关的 还有呢 他有时有白带 还有呢 他口那里呢 就经常就是 由口渴得来呢 就很多 很多口水的 好了 那他就 Bernet医生说 嗯 这个打死益呢 是应该和他那个子宫的问题有关的 就是他联想这件事 Bernet医生呢 一向呢 他提倡了一种病因的 这个病因就是那个 那个天花 那个那个 就是种天花 牛斗 是 那么导致很多很多病 那么他写了一本 有一套书呢 就讲了那些案例 因为打了 那个 种了牛斗之后呢 那就很多身体的质量 就破坏了 很多病出现的 那么他就用了一个疗剂 叫做Suya 就是专门是这种的 种牛斗 导致的 引发的 的病 那么他在这个案例 他就用过Suya 但是没有什么帮助 帮不到的 那么跟着呢 他就用了一个 墨鱼室 但是相信大家都听过 墨鱼室在女性那里 比较常用的 那么为什么用呢 因为墨鱼室 是医的那些白带是很多的 那么就是 那么他就说 嗯 那就试一下用 那墨鱼室 那墨鱼室 试过呢 都没有用的 那么怎么算好呢 那么他就开始做功课了 那么他说 啊 那现在这个病人呢 是口渴的 那么和呢 他的肥胎呢 就有很多 就是很多肥胎的 还有呢 有一种作门作呕的症状 那么和呢 口肯呢 经常有很多口水 就是煲满了口水 那么他也都头痛了 那么很多时候 你看看 他经常打哭露的 那么他也都说 这个病人呢 就很软弱了 那么和呢 他的四肢呢 就很疲累的 那么 那么根据这一套 整体的症状呢 那么他在个 啊 同类疗法 比如哈尼曼那本书呢 那本书呢 就看到的资料呢 就看到的资料呢 就那个阵营呢 就是Cycloman 是Cycloman 这个阵营那里 那一号 那么如果呢 他就用了这个疗剂呢 用Cycloman 一被他用了呢 他就很快呢 就他那个打Cycloman 就完全好了 那就是你都看到呢 哈尼曼呢 其实他不是说 出现一个这么出名的医生呢 就是不是说 百发百中的 是不是 始终都要一步一步去去探索的 那么在我们过去经验 有些人问他 他说 他说 Bernard Bernard医生 就是我看到你的那些案例里面 很多时候呢 你都不是用一只疗剂的 要用几只的 那么其实哪一只是最适合呢 那他曾经有这么个答案 其实呢 你不可以说哪一只最适合 就是好像楼梯呢 每一级都帮你上去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他就会用 就是用不同的梯级呢 一路呢 就将病人呢 就彻底好他 那好吧 那么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先 我们稍后回来再聊过 哎呀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很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那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 欢迎各位听众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余医生啊 刚刚在第一节尾段的时候 你不是为我们介绍一种疗剂 中文叫仙客来的 就是医这个打湿液的 那是否我们 譬如逢亲一些人 经常打湿液 都可以用这种疗剂呢 在同流疗法呢 我之前都提及了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同病二治 不是所有的湿液 都可以用Cyclimate 这个仙客来的疗剂 那什么情况之下呢 我们觉得呢 是可以用这个呢 因为这个Cyclimate 这个仙客来的疗剂 是跟我们女性的子宫有关的 哦 如果你发现 一个人腐 在一个怀孕期间 突然之间很容易打死亡 你知道呢 都害怕的嘛 对不对 那刺得这么厉害 容易出现流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有的吗 就没听过 哦 但一般人会想的嘛 对不对 你看看 半个小时 连续打半个小时 应该打四次 哦 还有呢 晚上会差 好了 那如果我们呢 遇到一个情况呢 就是 如果和孕婦怀孕期间 出现这个打死亡 可以考虑这个疗剂 那还有呢 这个阵营呢 通常呢 有其他的判证呢 他人是很难睡的 很累的 很软弱的 你看到 刚才他们所提及呢 就是很累的 四肢很累的 那在这种的情况 就是跟女性的 有些惊奇的症状 就是身后 和子宫有些关系的 那这种严重的打死亡呢 就可以考虑这个疗剂 那就是 老实说 我们 在香港 我们没有什么人会 就是有 有遇到这些 那么严重的打死亡呢 我本人没有遇过 对 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 遇到一般的情况 在西医如何处理呢 那我都不太知道 我相信 很多人都慢慢的 自己都过了 或者喝一口水啊 或者闭闭 就是闭闭 闭闭 那就是慢慢的 会过到的 有些人吓一吓他 又吓一吓他 哦 那些老人家教的 这种打死亡呢 就会吓他 他会吓他 他惊吓他 他惊吓过到 之后就没有死亡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原理是什么 好了 好了 那接着呢 再讲多几个例子 那他第十一个原因呢 也都是讨论关于他治疗 他打死亡这个问题 嗯 好了 那他说呢 有一个牧师的太太 大概五十岁左右呢 那就去找他 那原来呢 他有个什么问题呢 他有个很严重的 那个 那个 食肉的问题 就是食物方面 是不消化的 嗯 那他也都有其他的症状呢 是那个炎型的症状呢 那大家 过去都听过我呢 我们都试过两集呢 都很详细呢 是分析炎型的又是怎样的 是 那当时呢 那个病人呢 只不过呢 他胃部很不舒服 吃肉很差啊 那样 那也是一个炎型的症状 那他当时呢 就是很匆忙 很急的那样 那他都没有好好的 拿个Case 他总之 是吗 有这个不舒服吗 那好吧 那就配了那个疗剂给他的 那这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炎了 是 因为他看到有些 有迹象是炎型的症状 那他呢 就叫他一天吃两次 那 那结果呢 是三天之后呢 就完全呢 就好了 OK 好了 那原来呢 他当时呢 他那个CX呢 是严重到什么呢 就是虽然他只是 他事后再看回呢 他说呢 原来呢 他打CX呢 是早 午晚都打的 那么定律的 就是很定时定后的 打了多久呢 打了十年以上 哇 那这个当然呢 是一个不是普通的打CX 就是打了十年以上的 那是什么引发呢 是吃一些金鸡纳商的药 快奶 哦 吃金鸡纳商药 是负作用来的 啊 那 他当时的案子是这样 OK 那就是Bernard次后了 才有机会详细问他 哇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他说呢 那他说呢 他的CX呢 声音就不是很大的 但是呢 整个身震到 整个人跌落地那么小 就是那种震荡力呢 就很厉害的 那他说呢 那他说呢 那个病人就说呢 他说我我我一生里面 试过三次 就要吃这个 吃这个金鸡纳商药的 是 第一次呢 就我右眼呢 就右面胸呢 就有一些 就是有点 就是眼眉调的那些 这样的 是 那他呢 这次呢 就当时就配了金鸡纳商 这种药 给他吃的 那接着呢 他就打CX了 OK 那 那第一 那第二次呢 都是慢慢的 就是吃了之后 都是这样打CX 那慢慢的慢慢的 那到第三次 我再吃这种药呢 就一直都没有好 那为什么呢 他说他当时呢 他就找了一位 已经过了身的 同学疗法医生 那他就要 不是 所谓一个 一个普通西医 Dr.Hindy 那他已经过了身的 那他当时呢 就想配这种药 那这个病人 就跟这个西医说 他说你不要给我这种药 不要给我吃那个金鸡纳商 因为我每次吃了 我都会打CX的 那 但是呢 他就是 他没有理会到他 继续开 有没有搞错啊 打CX和这个金鸡纳商 有没有关系呢 那这个医生就没有理会他 就再给他那个金鸡纳商吃 那结果呢 这个病人吃了之后呢 就打捉了十年 直至到他遇到 康登Bernet 就用那个尿剂呢 就是彻底医好她的 那 那 之后呢 Bernet就说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虔诚的基督徒的 这个女人 因为她的老公是一个牧师 对吧 所以他所说的 是可信程度很高的 他不是说是一个傻傻傻傻傻傻的 这样胡说的 那他说呢 那这个病人呢 一跟着呢 都经常都去跟进 在同学疗法的 那有时呢 都间中呢 都会看回Bernet医生 那他有次呢 就要医他的那个喉咙痛 就是慢性喉咙痛 有次医他的那个缓魂 有次医他的心跳 那也有次呢 就医他因为那个情绪很低落 这样的 那 那 那他说呢 就 那他就 Bernet就说呢 他有时呢 都提及一下这个 他过去那个 那个打死这个问题 那 那但是呢 那Bernet就开始 就是对 这个经验呢 就开始他 就是令他有很多思潮 他说 就是同路疗法成 说要将那个 那个药呢 要经过特别的处理 那我们叫做dynamization Dynamize 你知道了 就是炸药 是吧 就是我们要冲击他 要炸击他 那其实呢 就是说的是 将药呢 要经过特别的处理 将它稀释 是 稀释 和充能 那样 那在那个金鸡立商呢 在那个同路疗法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百科全书里面呢 是有提及的 那金鸡立商呢 也都是知道呢 是可以呢 是有那个打死这个症状 是 那好了 那China呢 是可以製造的 那所以呢 很困扰他呢 就是说呢 这个病人 是吧 那初初 就因为他那个 面部有些震荡 有点点 有点点 就是眼眉调 那样 就吃了这个疗剂 那 结果呢 就 那个打死A呢 就持续了成十年 嗯 因为这个疗剂 是不是 病足十年 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 不是 因为那个 那个 金鸡立商那种西弱呢 搞到它呢 是病足十年 那样 而我呢 就用一个同类疗法镜 将个普通的食盐 是不是 是经过特别处理 去到 就是分能力 叫6th titulation 那呢 就 就将这个的金鸡立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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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呢 就 就 解了这些药 解了金鸡立商 这个 这个的药 那 而我们平时呢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 调味品 而已 是吧 那我又不觉得 它有些可以解任何什么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种解药来的 对其他东西 没有一样是解药来的 那所以 为什么呢 这个同样的物质 在一个粗造的物质状态呢 是没有这种的效果 是啊 可能听众会怀疑 那我可以在家吃点盐呢 有什么不同呢 是啊 那很明显 这个女性肯定是吃盐 是啊 是不是 神月里面怎么没有吃过盐呢 嗯 分别就是这种 这个物质 在没有经过 没有爆炸过它 我就是用dynamize 它 没有用dynamization去处理过的时候 没有撞击过 它完全没有这种这样的解 就是解那个金鸡纳双 那个工容 就是种种解药 可以这么说 但是做了这个 那个 经过的特别的处理之后 哇 初来说有一种新的力量 从而产生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哈尼玛呢 一直都整天都是说呢 就是药呢 是要经过特别的处理呢 那跟着呢 是从而呢 是可以提炼到出来呢 是发挥到这种的 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次的疗效 那么这个同学疗法呢 就是很多人都很质疑的嘛 因为很多人说 哎呀同学疗法是假药来的 那些药呢 都稀释了之后 根本就没有物质的啦 是不是 现在今时今日 最近英国都有这个 有这个情况的 是 有新的一轮有攻击的同学疗法 说呢 哎呀我的同学疗法药呢 不应该就这样在药店买得到的 嗯 应该呢就要叫做 Placebo 就是安慰药 是的 就是你看今时今日呢 仍然都是有很多人呢 是接受不了的 嗯 那么哈尼玛呢 可以这么说呢 他自己呢 挣扎了很久很久的 嗯 就是同学疗法药是经过 那么到底这种 这样的Dynamization 呢 其实是做着什么呢 是的 那么为什么会经过 这样的处理之后呢 那么才可以治得到它呢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呃 有时候我们问过一个病人呢 是拿他的资料啦 那么他说呢 他不喜欢去 就是他不喜欢接近海滩 或者他不喜欢游船河的 嗯 游船河就是每次呢 觉得他很累啊 很不舒服啊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炎型的迹象来的 那么炎型的人呢 又很怕光的 也都不喜欢晒太阳的 嗯 嗯 跟蜜鱼汁呢 就相反的 蜜鱼汁的人呢 就很冷的 就很凉的 就很喜欢晒太阳的 嗯 那么炎型的人呢 就是很怕太阳 也都很怕光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食验 是经过同类疗剂的特别的爆炸性的处理啦 那其实所谓爆炸性的处理 撞击 就是帮他不断的撞击他啦 嗯 可能撞击他十前二十下 嗯 就是这样稀释他 这样砰砰砰砰砰的撞击他 嗯 那么其实制药就是这样制药 嗯 那么早年呢 他们就拿过 拿碗书啦 或者拿个鞋底啦 在印度呢 他就拿个鞋底拍他 那但是今次今日呢 就是有些药呢 是要经过很多次的烤击呢 那很多时候都是用机器的 嗯 我记得过我参观过在英国呢 那有些同类疗法的制造商呢 那他用过机器的 那就是快很多啦 那你烤击了几万钱 那这个人怎么烤啊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看到呢 那这个就是那个 医治那个打施益啦 嗯 那就是用同类疗法 盐那个疗劑就医好了他的 嗯 那为什么他用这个疗劑医治呢 因为盐呢 是可以解金鸡纳伤 做出来的后遗症 嗯 在我过去呢 我也处理过那些病人呢 就曾经呢 就是他有一个是我记得的案子 他是经常头痛的 就是经常都会头痛的 是 医治医治医治医不好的 那在那个病历里面呢 我发现呢 他曾经有药质病 那你知道啦 一般的药质病呢 你看传统的医生呢 都是用什么 用金鸡纳伤 嗯 那见过呢 我是那个案子呢 我就用了 开了那个炎型的疗劑呢 那将那个病好回的 那我也都有一个案子呢 又是这样 他经常发烧的 嗯 他经常发烧的 那就好像药质病 药质病就是这样 即是periodic发烧啦 那但是呢 很明显呢 他很多年前有而已 那也都很明显 应该医好了啦 是不是 应该 还有你就是发烟呀 海浙里面 没有药质那些 那些 寄生松 那些药质没了 是 那所以应该好 但他就不好了 那整天都好像 或者是一种法灶的样子 你看过那些 嗯 结果她又是 never 用来盐的 那您或他圆滨呢 那直接说呢 然后呢 咱修这个疗劑呢 supplements 那刺 ly 曾经用过甘鸡纳相 而导致你结果出现的问题 我都会考虑用炎 这个疗势 我们刚才讨论了两宗 疗势 打施益 用不同的疗势 Brenette医生 接着她再讨论另外一个案件 原来也是跟施益有关 这个也是 有一个十岁的女孩 她妈妈就带她来 她妈妈说她这个女孩 就是贫血 她人很疲累 有些黄胆症状 喉咙痛 常常作闷 想呕 恶心 她人有温温情容易暈 还有前额头痛 还有一个症状 叫做黎明的时候 就会特别疲倦 黎明 黎明不是睡觉的吗 早个时间 就是说一早起床 就会特别疲倦 这个应该是跟肝有关的 记忆力差 还有口气酸酸的 有时胃酸就涌上喉咙 还有打施益 还有大便 分别是比较 分别是比较 比较 仓白色 是 还有呢 就是左叶 就是身体左边 就痛 就是如果上山的时候 就会觉得痛 那么他检查的过程中 Bernard医生 都发现 他那个心脏里面 有些杂声 有些endocardial bruit 那么通常呢 就在那个底部 他就容易听得到的 那么他也都摸的时候 就发现 原来他的脾壮 是胀大了的 那么这个病人 也都很怕冰 忍受不了冰 那么他说呢 就只是打过一次 天花针 只是打过一次而已 那么也都自出过水痘 还有麻疹 那么我都 Bernard医生 他曾经就 就是 写过一本书 就关于 那个打天花针 针造出来的病 那么他就有个正年 就安一个新的病名 叫做Vaccinosis 那么就是说 因为打Vaccin 才导致出来的病 那么其实他在说 主要是说 那个天花针的 那么他就发现 很多很多人呢 就这个病呢 就可以追溯到 是打了天花针之后 才会有的 那么他说呢 那么我这次呢 我结果呢 就用回这个疗剂 Sulia Occidentalis Sulia这个疗剂 那么他过去呢 他成本书里面呢 经常都提及呢 就是他遇到那个 所谓叫做Vaccinosis这种病呢 那么他会用什么疗剂呢 就用Sulia了 那Sulia呢 就是我中文叫做 Zap path Zap path 就是側边的Zap Path 树的Path Zap path 树的Sulia 那么有一种一棵树 一种树来的 叫Tree of Life 那在阿拉斯加 有一个Red Sider 那其实这种植物 一种树来的 叫做Zap path Zap path 好了 那么他用了这个疗剂呢 用30C啦 那么呢 就是间歇性地用啦 那么就结果呢 就将那个大C就医分好了啦 那么令到那个皮状呢 都减 就是缩小了一半 那么还有一个奇怪呢 他发现呢 他听那个心跳的那些杂声呢 就是内心状的 内心犯的杂声呢 都消失了的 那么他说呢 其实我主要呢 我今次呢 给这个案例给你呢 主要呢 我想你知道呢 就是我医好了 医好了那个打施益 嗯 那么你知道啦 他说第一次呢 我就用那个Cyclament 那个疗剂啦 那么第二次呢 就用那个Negmer 那个盐啦 那第三次呢 我用那个执拍 就是最后这一次呢 我用执拍这个疗剂 看到呢 是三个不同的疗剂的 那么在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呢 这个的经验呢 就是可以说呢 是表达了 我们同学疗化的治病的精神 是很不同的 就是我们不是呢 是根据病去医的 我们是根据整体的阵营 是符合这个病 那么对一些外行人 外来人呢 就是他们不能够 不明白同学疗化的时候呢 就是你叫他接受 就是不同的疗剂 可以医到不同的同样的病呢 对他来说是很难突破的 就是他们始终都惯性到 什么病有哪几个药去医 是吧 那么从来都很难去接受到呢 就是一个同样的病呢 竟然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疗剂 去可以医到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 就是很多人难以接受同学疗化了 那但是呢 可以说呢 你说这种可能同学疗化的困难之处呢 难以明白呢 但是也是同学疗化的强项来的 就是我们的医疗那个工具呢 其实呢就是多样化啦 是不是太过局限这样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在 就是在 我今次就给这三个例子啦 好了 如果你问我一下 如果我下一次遇到一个病人 有这个的打死亡的 那我是不是用那三种其中一种啊 那么 Bernard的意思是说呢 我正确的答案呢 其实完全不是的 就是我用什么药呢 用一种呢 是症状上 病理上呢 是符合到 可以医到那个打死亡的 那才是对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没有所谓真正正打死亡的药的 其实很多药呢 都可以医打死亡 要因人而异 要因那个症状而异 当时那个表达那个症状而异 那所以有时候呢 我相信呢 我想你都是一头无水的啦 都听不明白的啦 那在今时今日呢 是很多时候呢 在那个医学界呢 我都是触碰到这个问题的 很多人呢 始终呢 由头到尾呢 都不肯接受同学疗法啦 那第一 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那些药吸息得那么厉害之后呢 竟然有那么厉害的疗效啦 那这些药是解释不了的 是的 因为跟清水没什么分别的啦 哈哈哈哈 是的 没有来味道这样的啦 是的 那就是 如果大家有机会用过呢 基本上是 就是要是释在水里啦 那当然有时候释在白痰底啦 那来做一种 就是一种保持它啦 让它不会那么快 就是坏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时候用一些糖粒的嘛 那所以根本食童的疗剂呢 一旦用乳糖啦 一旦就用那个水剂啦 那我就习惯用水剂的 因为发现水剂呢 始终那个记忆呢 那个疗剂那个治疗的能力呢 是在乎它在那个频率 我叫做vibration 那是用我记忆在水那里的 那所以呢 我通常呢 都尽量是用水剂 那当然水剂有时候没有那么方便的 那阮先生你刚才不是提过呢 那个天花针的问题的 那但是其实呢 外面很多小市民都觉得 天花针出了 其实对我们很大贡献的哦 因为它的面势 是令到就是我们控制到天花这个疫情哦 你对于这种就是普遍市民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呢 因为据我所知好像不是这样是吧 很多人都就是都不了解那个 那个打针那个现象 那个问题啦 那其实呢 在天花呢 在我们历史上呢 就是一直都有的 嗯 那我们呢 就叫它做一种叫endemic 就是局部性的病 啊 局部地区性的骤语啦 嗯 有时候某区呢 它就会发一发这样 但是基本上呢 都是局限于有个地区性的 叫endemic的 嗯 那什么情况之下呢 变成普及性全世界性的 叫pandemic呢 这种呢 就是当我们开始打疫苗 打过天花针了 嗯 那当时呢 这个是真正的数据来的 是 那当时在日本呢 嗯 菲律宾呢 南中国呢 就是推行了那个打天花针 大规模去打的 好了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是吧 那本来是一种 那我们叫做地区性的的的的的的的病呢 变成了成广泛性的的全球性的的的的的的病 那叫死的人呢 成了很多万人死的 嗯 那好了 那在当时呢 在同时呢 我们有澳洲和纽西兰的的 澳洲和纽西兰呢 这两个国家呢 是选择呢 就不帮它那些人呢 国民呢 打这个天花针的 结果呢 在同期里面呢 人家死了成几十万呢 患者死了成过几十万呢 那在澳洲和纽西兰的死的人数呢 都是几十个的而已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天花针 那个问题 那个天花这个问题呢 本来是好地地 地区性的的病 真是因为你打针呢 变成全球性蔓延出来的 那当然呢 慢慢地它自己消失了啦 其实很多这些这样的自然界的的的的病呢 都是这样的 它会出现了 挽扬一番 那接着自动消失 那然后大家经常害怕 那就是1918年 1919年啦 全球性呢 有些估计5000万人死啦 由三波出现的 在两年里面呢 三波出现的 那结果有没有打针啊 没有打针啊 有没有药啊 没有啊 结果一样就自动消失了 那所以呢 那其实呢 我们自然界很多些东西呢 是有它的周期性的 那有时就不用呢 就发光呢 就什么就打针打针 是完全是无效 反而呢 是还导致很多新的问题 那所以呢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 各式各样的防疫针出了 甚至子宫颈癌啊 就是每年的不同流感针呢 其实做父母应该想清楚先 因为我见过越来越多父母呢 很想帮子女打这些这样的针的 是的 那今集时间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另外呢 如果各位听众呢 真的有 就是比较紧急或者複杂的问题呢 就可以直接打电话 来大康自然健康中心那里呢 约见袁医生的 那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又够了 那 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好了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塵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进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 网址3w.natura